差不多是下午2點了 從科搜員回來的我們這邊 大概大致上得到了一些許的線索 所以呢我們就準備去那些自殺的小學生們的家裡面去詢問一下 你們不要這樣好嗎 雖然對那些失去孩子的人類們 也許對他們來講很殘酷的人們 但是如如月醫生所講的 今晚已經是滿月了 現在才70還不到70而已 但是總之 寶貝居然得到了線索 那一定要想辦法 就是來解決這個事件才可以 如果說有犯人的話就得抓住犯人 那如果是原因是自然現象的話 那麼像是滿月的話 我們也要找到有沒有什麼防範的方法才行 至少要在那些產生新的自殺者或是行蹤不明的人之前 但是這個時候我正好哪裡想起了Lize講的樣子 他所說的話到底有哪邊是真的呢 你剛剛不是一點都不信嗎之前 拜託你開車啦 喔 任由任由 交給我吧 離開了玄關 我們進到了停車場 有一個少年站在那邊 進入了我們的市下 看看你的小屁孩 望著的少年 啊 啊 迷漾的少年 少年是誰在探望的 在那邊在那邊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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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轉轉西轉轉的看著 那邊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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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鬼怎麼啦 迷路啦 可不可以 也許吧 出個聲叫他吧 雖然我們不想浪費時間 可是 居然我們是警察 我們也不能放著他不管 我們也不能放著他不管 喔喔 那裡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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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等等 我聲音特別小會嗎 喂 那個小鬼啊 在那邊幹嘛呢 只要說話 只要聽到 警察署 不是警察署 喔 他說 雖然他對這麼說 但是看起來 不像警察官 反而是這個 來找查的不良少年呢 總之啊 我就跟著他吧 至少我就先陪著他 盡可能的溫柔的說吧 應該不會是迷路了吧 應該不會是迷路了吧 我才沒有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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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沒有迷路咧 你看都知道啦 我在找人啊 看起來有幾八號的小鬼 氣死我了 呃 就啊 回答了一個意料之外 很得 很自以為是的 的那個樣子 他很認真的看著 頭髮啊 都是白的 原本以為是帽子 但是仔細一看 原來他的頭髮都是白色的 李勢醬的同樣子 啊 他大概跟李勢醬 啊 立結醬 是差不多的年紀 卻配上了一頭 不適合他的白髮 難怪喔 急著急著見了 幹嘛啦 看屁 然後啊 一副很囂張的樣子 啊 就是這種表情 一副很不爽的臉 啊 如果啊 他不是白頭髮的話 我大概會以為 他是一個 那個 迷你插挪吧 看我被插挪臉 沒那麼臭吧 哈哈哈哈 你跟插挪有什麼仇 那他們兩個人突然這樣說 你看什麼看 他們兩個人突然這樣說 好像 啊 根本就是兄弟嘛 這兩個人 不 沒事 話說回來啊 你在找誰呢 啊 可以跟我講他的名字嗎 啊 我就問了那個白髮的少年 啊 ユミ 啊 ユミ 啊 他就這麼說了 ユミくね ユミ是嗎 啊 名字は 他姓什麼呢 名字なんかねよ ただのユミだ 他就只是ユミ 欸 ユミ不就是那個嗎 啊 他的漢字是什麼 不知道 ユミ 啊 先叫ユミ吧 啊 你啊 真是 真是囂張的 這個小鬼 耶耶耶耶 啊 セイナくん 啊 雖然啊 他的眼睛很兇 啊 嘴巴也很 也很GY 啊 跟你很像 啊 你們看起來就像是兄弟嘛 名字 姓什麼 怎樣都好啦 名字這種東西啊 啊 不就是記號嗎 欸 啊 抱歉 他是說他的名字叫Yumi 抱歉 我剛以為是他在問他說找的人叫什麼名字 對 他是他叫做 啊 黃泉 對對對 ユミ是黃泉 他是說他的名字叫Yumi 抱歉 啊 啊 他就這麼說了啊 露出了賢物的表情 嗯 記號 啊 啊 好啦 我不想說這個了 這邊有沒有一台高級的紅色跑車 還有一個金髮的臭王子來了呢 欸 欸 等等等等 為什麼從Yumi嘴巴中會提到那個人呢 而且好像對他很不滿的樣子 欸 金髮王子啊 金髮王子啊 啊 開著紅色高級跑車的金髮臭王子 先不管他臭不臭 那但是對象大概只有那一個了吧 有 欸 欸 在照顧我們吧 啊 啊 所以啊 所以啊呢 有一個暴走族的頭目 啊 頭頭來說這種話 不知道好不好還是不好 總之真是謝謝了 密檔檔啊 看到了嗎 Yumi君を探している人って その王子様なのね Yumi啊 你在找的人 是那個王子嗎 什麼地方 啊 是啊 喔 好 那我們去吧 蛤 看我好像說秘密一樣 靠到了我的耳邊 欸等一下 他的眼睛剛剛是紅色的嗎 欸 欸 等一下他是不是一瞬你眼睛變紅了還是我錯覺 啊 那個科蒐岩 啊 不是啦 我還有這個局限警警部 不是那個王子常常出來出沒嗎 出沒嗎 啊 奴子の仲間 今この瞬間 啊 就是那傢伙的夥伴現在在這邊耶 還不會要談什麼東西吧 啊 啊 確實啊 啊 那個王子大人 啊 曾經在搜查會議裡面 啊 出沒沒錯 靠岩真的變紅了 完了完了完了 要覺醒了 嗯 意外想的很多呢 欸 真的他眼睛變了 靠 真的假的啊 剛真的靠我的眼睛又變了啊 だろ 對吧 啊 這樣子的話 啊 總之那傢伙會在哪 我有主意啦 ここは俺に任せで 交給我吧 いや 我跟你都是警察官 你這樣說好嗎 決定了 決定了 OK 小鬼 走吧 欸 走吧 我們去喝一杯吧 哪有大白天這小孩子去喝東西啦 哪裡的世界啊 夠了你 好啦好啦 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去吃飯嘛 這是一個比喻啊 啊 耶耶耶耶 跟比喻沒有關吧 你們要去吃飯 啊 他意外的很大聲的說著 他的表情是 驚訝 還是開心 但至少不像剛剛一樣不爽的臉呢 啊 你喜歡吃什麼就吃吧 啊 喜歡吃什麼都可以嗎 啊 啊 聽到的叉儒啊 從講出了這句話 啊 Yumi的表情就變了 真的什麼都可以吃嗎 啊 不過叉儒這樣很有錢 應該沒差吧 啊 提到吃飯那個反應 他就 啊 啊 就是說提到吃飯那件事情 啊 他的臉色一變 啊 果然啊 還是小鬼嗎 欸 當然吃什麼都行啊 啊 啊 我就輕鬆的打著 啊 剛剛就是 叉儒也接著 真的嗎 真的什麼都可以嗎 不是騙人的吧 啊 男人 啊 不說二話 就是 就是 一人祭出四馬難追 所以 姐姐們可是警察 不會騙人的 喔 信じるからな 好 我信你們 啊 後からなし そこはなし だからな 啊 啊 啊 那すごいマネーション啊 哈囉 他的意思反而 我前面沒看喔 他們就說 欸莎西亞 你來負責付他的份 すごい 嗯 哪にしよう こんな sense もないがな がよ 啊 難道說照他的眼神看起來 難道在外面吃飯 有那麼稀奇嗎 よし 決定了 欸 何が食べてんだ 那要吃什麼呢 ステーキ 牛排 啊 很有精神的這麼叫著 まあ 子供らし 剩下小孩子呢 啊 啊 我要飛彈牛 啊 而且還要A5等級的 小孩子 一點都不像小孩 乾 呵呵呵 這些可是連我們大人都不會吃的高級肉耶 哦 いいこと 那 哎呀真是提了個好東西呢 啊 所謂的飛彈牛 可是巨蟹裡面最高級的黑毛和牛呢 啊 就算在雞穴裡面啊 有賣這些的 也就少少幾家店 而且啊 在黑毛牛等級中嚴選出來 肉質等級3以上 啊 B以上的名品 哦 啊 啊 吃起來還有甜味啊 還有鮮細的口感 啊 那種纖維的感覺啊 咬起來柔軟啊 味道會留在你的嘴裡的紅肉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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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しかもだな 而且啊 還還有 はい そこまで 在告了 好 就對了 那 兜斯魯怎麼辦 這種時候還要有飛彈的牛排的話 是哪裡的高級店呢 而且說真的要在這種店裡面吃東西 以我們刑警的薪水來講 也太吃緊了吧 聽好了 莎西 知道嗎 他就好像我在成為警察官之前 和大叔的樣子一樣 你啊 因為 他就說因為你啊 你總是會想太多的事情 總之做就對了 盡全力以赴 在說什麼啊 大叔 大叔跟他說 因為你的頭腦不好 所以你不要去多想啊 盡量做就對了 他在說什麼 大叔 雖然沒見過 但是剎羅對他的恩師似乎非常崇拜 好啦 總之啊 忍住吧 莎西 做好覺悟 這也是為了解決事件 對吧 痾 so you devil 你說這麼說是沒錯啦 但是這個絕對 不會給我們付 給我們發工費的 這個 唉 算了 這個月少吃點午飯吧 好可怕 好可怕 幹嘛看起來有高級喔 飛彈牛一頭 嘖 嘖 嘖 沒有 他是 他是 嘖 嘖 好吃 啊 露出了滿臉笑容 啊 Yumi-kun 在那邊吃了飛彈牛的牛排 啊 吃得非常的 非常的滿足 厲害 厲害喔 哇 這一咬下去 滿嘴都是肉汁 走 有型 真好呢 太苦 你啊 慢慢吃啊 好好享受味道啊 唉 總之啊 啊 我啊 總之我就 把目光露到了眼前的飯 啊 還有味噌湯 啊 總之 我跟叉挪在那邊點的 啊 是普通的套餐 哎呀 好悲傷啊 這種社會差距 啊 總之啊 因為我們請客 所以我們就叫他不要客氣了 嗯 Yumi 吃 好好吃吧 阿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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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姆已經也神死了 啊 Yumi-kun 小小的身體 啊 用 毫不留情的氣勢 把那些A5等級的飛彈牛 最高級的牛排 吃進了嘴裡 嗯 哇 食べ到 食べ到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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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們啊 真是個好人呢 欸 你啊 真是現實的小鬼呢 我還是第一次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呢 啊 滿足的Yumi 像小孩一樣露出了滿臉笑容 看到這孩子的笑容 難道還是第一次嗎 嗯 いや 雖然很貴 不過看到他的笑容 就覺得好像輕鬆一點了 媽 易感阿 好啦 算了 算了 偶爾阿 這樣花錢也不錯嘛 靠 大溪姐你可以請我嗎 嗯 平常阿 我都是吃一些沒什麼味道的 像果凍一樣的東西 啊 牛排什麼的 我好想 早就想吃好久了 謝謝 欸 果凍 等等 我剛剛聽到了什麼話 Nanda 什麼阿 你家是賣果凍的阿 剛差諾你腦子有洞喔 就算他家賣果凍也不會三餐都吃果凍阿 嗯 家賣果凍 嗯 不是家喔 我們阿 住在被養在設施裡面 阿 我們的飼料就是果凍 每天就是果凍 果凍 果凍 只有果凍呢 等等 被養著 而且每天只有果凍 欸 等等等等 你剛剛說了什麼不得了的話吧 怎麼回事 你 你爸爸媽媽呢 你該不會被虐待了吧 你哪虐待這個死 差諾的反應一瞬間變了 留心なんても言わない 我沒有爸爸媽媽 我剛剛不是說我被設施養著嗎 喂 どういうことだ 怎麼回事 全然 全理解できないんだけど 我完全不明白 Yumi-kun到底在說什麼阿 倒囉啦 也是呢 啊 俺達は 我們阿 我們阿 跟你們這種普通人阿 是不一樣的呢 我也是 立傑也是 我們都是設施所製造出來 在那邊養育著的 啊 媽 不過立傑阿 跟我們有不同的待遇就是了 立傑 等等立傑 你說你知道立傑講 什麼嘛 你們不是想問我立傑的事才請我吃飯嗎 那 因為你之前只說到了那個金法王子 我們還想說有什麼關係 沒想到居然是立傑講 拜託的Yumi-kun 拜託的Yumi-kun 你 你知道都說吧 いいぜ 好吧 那我就幫你吧 嗯哼 看來不像是說謊 欸 他又變了 金法的王子 還有立傑講 他知道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而且阿 雖然只聽到他說了 但我覺得應該是事實沒錯 他到底是什麼人呢 啊 應該不是說謊啊 這孩子是誰 你啊 剛剛這麼想了對吧 那 什麼 他怎麼會知道 難道他讀了我的內心嗎 怎麼可 為什麼知道 難道讀了我的內心 そんなバカな そう考えたろ 你在想這種事對吧 為什麼你 喂喂喂 真的嗎 莎西 差挪訝異的看著他 このカキンジョ 這個小屁孩 該不會什麼超能力者 這位不良少年是這麼想的吧 こ 欸 このクソガキ 誰がヤンキナ 這個臭小鬼 誰是不良少年 你是這麼想的對吧 眼睛打了針的開來 用驚訝的表情 看來是說中了吧 現在 この少年 眼前的這個 叫做Yumi的少年 他能夠把我們兩個想的事情 一絲不漏的說出來 難道真的是 而且 而且剛剛還猜測到了我們的台詞 不會吧 唉 你們還不能接受啊 真是的 看了就明白了嘛 所以啊 我才說 我討厭普通人嘛 呃 老啊 會相信一些迷信啊 還是傳聞那些怪裡怪氣的東西 可是啊 在眼前出現的東西 卻無法接受 呃 他所說的普通人 對於這個字我很在意 好像講的是 他自己不平凡一樣 其實不一樣對吧 你看就懂了吧 這個頭髮 這個眼球 都不普通啊 欸 剛剛的不是預測 難道說真的 好嗎 挺好囉 哇 有特別的能力 我可以讀取心中 人們心中的想法 但是 但是讀心能力什麼的 你不信嗎 你啊 不是有什麼 可以看穿說謊的能力 他是說 說謊的藝術嗎 難道他剛都想到我在想什麼呢 啊 そうだ 考えことよりも 啊 對啊 比起思考 辛苦吧 喂 這個小鬼 難道連 你的 狂言藝術也 所以我說我已經可以讀心啦 那 而且啊 不只是你們在思考的 還有你們過去的經驗和記憶 我都可以理解喔 啊 那 雖然 這樣說吧 對方的一切 那我都可以完完全全的知道 我靠 這個也太強了吧 這什麼鬼能力啊 等等 這是哪來的理論啊 雖然剛剛講的一些討厭的怪異事件 但是 這個並不是 可以明顯分類到某一部分的超常現象 難道真的有超能力 對方的一切 對方的一切 你真是討厭 你明明是為了要 就是 就是找出自己恩人為什麼而死 才去相信都市傳說的 而在你眼前有了這種東西 你還不信啊 那 什麼 塔奴的眼睛 聚焦成了一點 那臉色失去了血色 你 你難道 對大叔的事件 所以說我說啦 我啊 知道可以讀取人心喔 連這樣你們都不信的話 好吧 那我證明給你們看吧 既然難得的話 你們就拿謊言藝術來用用看吧 乾沙西 你的謊言藝術 已經墮落到 又可以一個小屁孩使用了嗎 喂 喂 不良少年啊 啊 你是不是有這些秘密啊 各種秘密 喂 你幹嘛好像那種占卜士一樣啊 秘密什麼 誰都多少有一點 對吧 莎西 喂 你看我幹嘛 欸 你動搖囉 你的腦中有什麼隱藏的內容嗎 你在說什麼你 那 我先講喔 那我在吃肉的時候 啊 我也看 啊 明明剛剛在我吃肉的時候 你看到的價錢 卻沒有那麼動搖呢 欸 哇 等等 明明是那麼那麼那麼高的價錢 差挪去啊 一點都沒感覺嗎 おまえ けっこ 啊 金もてんだだろう 其實啊 你還滿有錢的對吧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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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蠢話 你們啊 知道刑警的薪水 只有一點點啊 俺はたな 我啊 請你吃肉 只是為了找出解決世界的缺口 那 おまえになんと 而且啊 之前你也不是也吃過好幾次了嗎 這一次啊 就讓 莎西 不 おまえに 啊 你啊想說自己就吃飯跟味噌湯 那就是為了配合莎西對吧 這種事情 我 差挪 實在是太容易明白了 而且他就完完全全動搖了 也就是被說中了 對對對 這次不是莎西使用 這是那小鬼在使用 網言藝術 怎麼說來 也許被他講中了 不過 差挪是在這邊長大的 也許老家裡 存的錢比我的錢多 啊 可是他居然為了配合我 才點這樣的便宜貨 可惡 好像有點不爽呢 我當了這麼多年 不錯的警察官 多少也有存一點錢嗎 啊 對啊 在老家生活也不用付房貸 啊 多少存了一點吧 搜我搜 真不愧是夥伴 啊 說得好 啊 嗯 嘿 啊 你的老家 還蠻大的嘛 欸 喂 採訪 什麼呢 抱歉 哎呀意外 啊被養得很好嗎 哪裡有得養 你在說什麼 對對對吧 不可能吧 對對吧 對 你說是這麼說 可是我也沒去過你家 話說回來啊 啊 每天啊 欸仔細想想喔 他每天都是穿著很漂亮的西裝 而且每天每天穿的那些西裝 上面一點點的折痕都沒有 嗯 難道說 看就明白啦 你穿的衣服啊 那些衣服可是上等貨呢 啊 你那件西裝啊 還是爺爺燙的對吧 欸 欸 欸 你啊 你啊 在有很多 那個 朋友 但是信賴的夥伴啊 倒是很少 那個爺爺啊 是你少數可以信賴的人之一吧 那 那 什麼 嗯 明明是這麼粗俗的人啊 卻對人類不信任 意外的啊 蠻纖細的 就是蠻細心的嘛 啊 原來是因為你爸媽的關係啊 欸 恰挪的表情一瞬間變了 那 不是驚訝 而是憤怒 喔 哎呀 不應該說是你爸媽的錯 應該說是你小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造成你討厭的回憶對吧 呵呵呵呵 對 吃了沙西琴的牛排 幫忙挖炸弩的抵抗杯喔 啊 一瞬間看到了悲傷的感覺 啊 看來Yumi說的是真的了 然後啊 在那時候 拯救了你的就是那個大叔了 啊 完全啊 啊 就是 Yumi啊 完全沒有停下來 就繼續說著 好像看到了一樣 雖然我沒有真的看到 嗯 不過也算是看到了吧 啊 啊 原來如此 原來是這很奇怪的死亡方式 所以 最後就進入了迷宮裡 所以你不得不放棄 很不爽對吧 嗯 懂你 你真的 真的能讀 讀心嗎 我不是說過了嗎 可以呀 啊 所以啊 這種事情 啊 就是 大叔這樣死去 怎麼能接受它是意外 對吧 我明白的 你終於信了吧 沒辦法 沒辦法 我信吧 就像你說的超能力吧 插螺被電炮了 嗯 那 你終於認了 真是不老實呢 でもまあいい啊 算了 這樣行了 總算可以進行對話了 插螺沒辦法的 對他笑了一笑 那表情又認真的起來 好啦 總之現在我要說的東西 你們一般普通人是不會信的 但けど 可是啊 因為我有特別的能力 所以說 就算有難以置信的事實 是真的存在的呢 那我聽吧 那我聽吧 你所說的那個 希望我們相信的事實是 我們啊 在這些試驗館 就是試館中 人工生出的人們 小孩子們 擁有特別的能力 而在基因上做了調整呢 他說了我們 難道說不只他 連理事講 也有特別的能力嗎 好像漫畫一樣呢 但是 好像漫畫一樣呢 但是 但是 已經看到了剛剛那種事之後 好啦 總之你們的理解 就幫大忙了 百聞不如一見嘛 那我特地展示我的能力 也不算是浪費時間了 總之啊 不斷的不斷的進行人體實驗 那 能夠 依照得到的情報 再繼續調整基因 最後所誕生的 人體實驗 我聽到這種 瘋狂的單字 就覺得好不舒服 總之啊 那個不斷重複的結果 就是創造出了我們 所幸 因為我們對他們這群人 還有利用價值 所以說 可能像這樣活著 如果說啊 沒有被找到能力的話 就會被廢棄處分 如果有發現什麼 可能有什麼能力 就會用人工的方式 把他處於極限狀態 來讓看能不能逼出他的能力 進行這種出奇實驗 我懂 我看過很多作品 可是說 比如說真空啊 或是用毒瓦斯 或是把他暴露在放射線中 那些糟糕的傢伙們 那 簡直啊 就好像是把猛獸丟到 丟到那個 就是丟到那個猛獸的柵欄裡面 從他年幼的他嘴巴說出的單字 那是非常冷酷 而且不是人類能做得出來的事 大列達 是誰 做這麼過分的事 F O A F O A F 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組織 但這是它的簡稱 等一下喔 FOAF不就是 不就是我們這個資料庫嗎 對啊 FOAF database FoAF不就是我們的資料庫嗎 啊 啊 是日本的警察 還有自衛隊 還有美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們 一部分所集結起來的組織 喂喂 難道你說這是世界級的陰謀論嗎 這個啊 才只是一開始呢 之後還有更難以置信的事情喔 這群組織啊 啊 取而代之啊 取而用核能的能量之外 他們啊 一直打算把地球外生命體啊 運進來這個技術 然後同時呢 也利用了詛咒和怪異 進行一些傳統 為之控制那些能量的計畫 我跟岔弩傻傻站 等等 地球外生命體的技術 詛咒跟怪異的能量易用 喔 朋友的朋友 了解 書是傳說的寫法 然後啊 就是這個白羽劍 就是那個白羽毛劍 就是有講過 就是那種故事裡面 會射到他們家門口的日本 日本啊 自古以來 就是詛咒跟怪異的溫床 就算用世界來看 都是個特殊的場所 然後這個居線 這邊就是試驗場 也就是為什麼居線會有這麼多 奇妙的事件 平傳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那其實你們也看到過了吧 你懂吧 所以 那些愚蠢的政治家 他們打算啊 肅清那些愚蠢的政治家 從廢地裡支配這個世界 打算做這種像小孩子一樣愚蠢的夢 但是就是這群人 F.O.A.F. F.O.A.F. F.O.A.F.的人 啊 都是普通人 啊 但是 某方面也不普通 啊 是好也是壞 所以說 come through that 如果說 神真的在這個世界上 啊 恐怕也會被服從他們吧 就是這群人 所以他們才能 心平氣和的創造出 像我們這樣的孩子 雲米這麼說著 組織 所以他對F.O.A.F. 是非常的憤怒 如果說 世界上真的有這個組織 恐怕 世界在什麼時候 發生意外 被這些 KARUDO 不知道KARUDO組織要怎麼翻比較好 就是被這群 可能邪惡組織給支配了吧 怎麼可以允許這種事呢 而且 居然還跟守衛日本治安的警察 和自衛隊有關 但是我們啊 除了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這些生出的小孩 並不是全部都有特殊的能力 所以說啊 有一些失敗了 就被廢棄掉了 而依照性與不性的能力 就被分配了各種名字 所以說 那些人啊 你聽他們的命名方品味就知道了 我的名字啊 我的名字啊 因為可以讀新 所以叫做Yumi 對吧 很適合吧 雖然對他們來說 我們的名字 不過就是個單純的記號罷了 Yumi自虐的說著 那 Lize講呢 為什麼那個孩子 會叫做加藤Lize呢 我不是說過沒有性了嗎 他啊 只是啊 選擇啊 巨蟹裡面最多的性 套過去而已 Lize啊 立結啊 他的Lize是 由 那個 重置 那個 Riseto Riset 就是那個重來 的Lize Riseto Yarinaus Kodoga 你是說重來嗎 So 嗯 他擁有把時間 倒轉的能力 要怎麼說 啊 這是最強的能力 所以說 在組織的裡面 啊 他也是最特別的 幹我懂 你根本就皇后殺手吧 Stund 啊 現在出了一些難以置信的話了 腦子已經開始要準備混亂了 腦子已經開始要準備混亂了 時間に戻き戻すで 啊 你說把時間倒轉 看マシンしてあるまいし 你是說 像是時空機器一樣嗎 不可能吧 だから 最強の能力なんだよ 所以我不是說 是最強的能力了嗎 誰都不會相信 也不能理解 在沒有發覺的情況下 不知不覺 時間就被倒轉回去了 可惜 幽米 啊 我剛剛念什麼 啊 幽米才對 對不起 所以是毒啦 就是毒性的意思 不是Yumi 是幽米 對對對 除非啊,經歷到了什麼很強烈的體驗 不然大家根本不會注意到時間被倒轉的事實喔 極端的來說,就算把Lizze給殺了 也會在他察覺到知覺之前,在他急死之前再把時間倒回去 所以他也死不了 而啊,他把時間倒轉之後,他就可以把殺他自己的犯人給殺了 好啦,你看果然是最強的,對吧? 等等,你說沒有知覺什麼的 但是這樣子誰能證明這個能力存在呢? 正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的組織才會飼養我們啊 而Lizze他自己,他是全部會記得時光倒轉的事情喔 真的嗎? 你們啊,明明已經體驗過Lizze的能力,你們還懷疑啊 所以你們不記得啦 欸,我們? 彷彿被Yomi讀信一樣,我跟XN互看了一眼 等等喔 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到,才跟Yomi對上了眼睛 我才注意到,是因為光的反射嗎? 他的眼睛,瞳孔怎麼是紅色的呢? 你現在才發現,我們這半秒時間就已經發現了 啊,やっぱりそうだ,果然呢,你們不記得啊 因為你們心底啊,拒絕想起這個回憶呢 我看到了呢,你們啊,可是經歷了最強的體驗呢 ちょっと見直したぞ 那,嗯 反個角度來講,你們啊,搞不過被Lizze給救了呢 被Lizze給救了 Lizze啊,對組織來說是特別的 所以啊,Lizze有的時候耍耍脾氣 硬刃性的話,也是可以的 你們啊,你們啊,現在才會開始搜查這個上吊世界 全部都是他的傑作 Yomi說的沒錯 犯人をしているの? 那你知道犯人嗎? そうだ,對啊 なんだ,什麼啊,已經知道犯人啦 那就沒什麼好單 總之啊,我們因為 雖然我們還是得懷疑Yomi的能力 但是,不能馬上就完全被他牽著走 但是Yomi搖了搖頭 バガユーナ 笨蛋 問題啊,現在才開始呢 你們就算知道了犯人,那你該怎麼做 ソイツがダレ,那どこにいるの知らないだろ 他是誰,他在哪裡,你們都不知道吧 而且要怎麼抓他呢 喂 那傢伙的地方 小鬼,你就告訴我們吧 然後我們啊,就把那傢伙 Larriat,不知道什麼意思 是逮捕嗎 總之就這樣了 一切康徒達勒,就搞定了 應該是逮捕術 你啊,那是逮捕術耶,你又不是摔角 連絡,Xano啊 你真的有好好從請假學校畢業嗎 總之啊,Xano根本不理我 繼續,我還是算了,跟Yomi說話吧 總之啊,我們是警察 你就告訴我們犯人在哪裡 之後就不用擔心,我們會去抓他起來的 蛤? 蛤? 黑暮不消した日本的警察的力 喂,那麼和平的日本啊 你們這些純警察,真的能逮到他嗎 對方啊,可是兇惡犯 只要有一個猶豫,就會被殺的喔 居然是這麼危險的對手,看來需要帶手槍了 你們剛剛難道不打算帶手槍嗎 為什麼 難道說真的照Yomi所說的 難道真的有要開槍 開槍的覺悟嗎 欸安 我不懂,我不懂 第一個,我有開槍的覺悟,二我沒有 給你們選好了 我真不知道匪頭殺雞在想什麼 當然今天我要臉上開兩槍再說啊 來來來來,給你們選一有,二沒有 我們有沒有那個覺悟 有是不是,好 有,我有覺悟 我們的工作就是逮捕犯人 啊 殺害什麼 不,我們並殺害什麼 我們並不是要處刑他 可是如果造成這些沒罪的孩子們 死了上千人 必要的話 我也有開槍,而且辭職的覺悟 真的嗎 好像看透了我們 不,他是真的看透了我們 Yomiku有懷的問著我 欸 嗯 右邊同樣 啊 我跟右邊一樣 重要的喔 還好 對 相手是孩子的 如果對方是小孩也一樣嗎 孩子? 等等 難道你說 犯人 不是你們組織的人嗎 啊 犯人啊 就是跟我和Lize一樣 是組織創造的小孩 什麼 什麼 啊 啊,完了 犯人的名字是Luna 啊 もちろ TataのLunaだ 啊 這是Luna 她啊 只有在滿月之夜才能發揮最大的能力 她的能力啊 是心靈控制 幹完了一定是個妹子 Luna 這麼可愛的名字一定是個萌妹子 啊,一定是個長髮妹 心靈控制 好,那不就是有理嗎 你根本就是有理教授嘛 所以你再過了幾年 就可以到那個蘇聯裡去了 真的不是有理教授嗎 真的是Luna嗎 到這裡不為止 她所說的 都跟如月醫生 所想的推論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那些孩子們 是接受到了強烈的心靈控制 而選擇自殺 啊 心靈控制什麼的 雖然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如月醫生的感想 那才會這麼這麼這麼不確定 啊 可是 如果說 優米跟優米一樣 擁有超人 超人之力的話 那麼我就可以接受了 啊 這樣子那些四散的那些關鍵字們 好像就全連起來了 侷限的怪異事件 多數的少年少女的自殺事件 還有Lizze所說 關心少女 啊 他們就是 並沒有痛苦 而是恍惚表情死去的孩子們 如果沒有自殺動機 啊 就是被 心靈控制了吧 如月醫生是這麼推論的 然後 優米所說的 這個犯人 擁有心靈控制能力的少女 露娜 然後這個露娜的少女 啊 好像不喜歡Lizze講 想要把她殺掉 啊 而原因的話 就是因為Lizze講 在FOAF是被特別對待的 而FOAF 啊 這個組織 是由日本警察自衛官 還有美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組成的 在警察那邊也有一部分在裡面 恐怕 不受制約自由行動的金髮王子 他也是FOAF的一員吧 啊 而上那個王子車子的Lizze講 啊 也跟優米一樣 是在FOAF裡面 啊 擁有特殊能力的人 而這個FOAF 就用虛線做為實驗場 進行怪異的力量 也就是虛線為什麼怪異事件特多 這些全部 都是一個事件而已 精靈控制喔 就趁他沒注意的時候 遠遠的給他腦袋來一槍喔 只能這樣了吧 さて どうする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對方是小孩喔 你們能殺嗎 第一個 第二個 殺不下手 來來來各位 看看你們是什麼樣的人 你們到底是善良的人們呢 你們到底是有沒有良心的人類 還是你們是個 還是你們你們是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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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心的觀眾 各位 就看你們了 你們到底要殺還是不殺呢 你們都要殺 你們在選擇有沒有人性啊 好吧 可以殺 我 我也 無所打那 騙人 你們是不行的 我啊 可以讀心 在你們心中啊 是拒絕對小孩子開槍的 果然 說謊也是沒辦法 好 我認命 好啦 我認命 我們啊 是沒有辦法對露娜那小孩子開槍 女孩開槍的 殺不了她 啊 少しは期待してんだけどな 唉 明明有點期待的 果然你們普通人不行呢 打ないし 殺さない 我不會對她開槍 不會殺她 でも ルナデコを 止までみせろ 但我會試圖 阻止她的 蛤? どうやって 怎麼做 ユーミ 在那邊 問了我 分からない 我也不明白 那叫什麼屁話 他說 我會阻止她的 所以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 氣死我了 根本就是講屁話 你台灣台灣總統 雖然啊 我現在還完全沒有浮現出什麼好計畫 なんだよ マジでわかんねーのが 真是的 搞不懂 どうやって止まらなんでことだ 現在我還不知道 總之靠毅力吧 只要毅力全開就可以了 喂 你真的是打算靠毅力嗎 嗯 好可怕的人 我們啊 可是特搜 我們已經經歷過了 這麼多的怪異事件 キステ 雖然我們不敢說 絕對會平安無事解決的 但是我們會盡量能救多少救多少 私もセナ君も この事件から逃げるつもりはない 我們不會從這個世界中討好的 作為警察官 為了力竭 也為了你 我會保護你們的 やれやれ 啊真是的 用這種台詞說的大人 還真認真呢 好啦 わかったよ しんじでやるよ 好啦我信你們 不要啊弟弟 你為什麼那麼蠢 你要信他 你可以讀新的 我不看看殺雞做過什麼蠢事 唉 沒想到 我也有說 我會信任這種台詞的一天呢 啊 気持ち悪い 真噁心 可愛けのねやこどられ 這小鬼真不可愛 完了小孩死定了 總之啊 我自己腦海中的嘗試跟觀念 都被徹底打碎了 在經過那個衝擊的午餐之後 我們回到車裡 已經是下午四點 李滿月出現 已經沒多少時間了 首先要去阻止他們自殺吧 啊 犯人的少女 有心靈控制能力 就如如月醫生所說的一樣呢 那啦 那我們就趕快去科搜炎問吧 そうね 但是在那之前 先決定搜查方針吧 雖然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我們還是要決定啊 這件事情怎麼解決 到底是走科學 還是走靈異呢 總之 決定了方針 就可以不會迷惘了 蛤 你們在想什麼啊 你 現在啊 已經既是科學 也是靈異了啊 閉嘴 進行這樣搜查 就是我們特搜的方式 優米覺得 優米現在心裡想說 幹 我覺得好像找錯豬隊友了 阿蘇 已經翻白了 可可可可可是 我不擅長思考啊 我可能會拖累 殺心你 他確實不會思考 好啦 別說那種傻事了 我們啦 可是夥伴呢 好 好 來吧 喔 八滴 雷 蛤 伙伴自我問答 兩人一起思考事件吧 啊 首先 我們先回顧一下事件 嗚 蘇丹啊 沒錯 首先是少年少女失蹤上吊事件 是啊 他們的死因是 啊 上吊 是上吊 范明就跟優米所說的一樣 啊 他們上吊死 這件事情沒有錯 嘛 雖然是心靈控制 不過還沒有證據 那我們也沒錯 首先要讓對方自白 這就輪到莎西了 啊 就交給你的謊言藝術了 幹什麼啦 你們這邊就有一個可以直接讀心的 你們還要再有謊言藝術 你們腦子是有洞是不是喔 你們這有什麼毛病啊 這邊就有一個可以直接讀心的 你們為什麼還要謊言藝術呢 馬卡西點 交給我吧 交你個毛啦 話說你的謊言藝術 好像從第二章之後 就再也沒有成功過了 火雞龍 啊當然 讓他自白 啊並不代表他有罪 就算是承認的罪 啊 也要讓他阻止犯罪行為 不能再增加更多的犧牲者 如果不能這樣阻止他 啊非得阻止他不可 啊 我們感到了強大的壓力 接下來就是Lize獎所說的 那個關心少女的事情 少女的屍體們露出了希望的笑容 啊因為他們覺得可以轉身 啊 在滿月之夜 對某個少女祈禱並獻上自己上吊 再一次就可以人生重來 啊 這件事情我所在意的是 啊 啊 希望的笑容 啊 啊希望的笑容對吧 如同大姐所說的 一般上吊應該是很痛苦的 可是這次被害者卻做出舒服的表情 也就是 欸 就是心靈控制吧 一定是這樣 特殊能力嗎 如果不是優米表演給我們看 我們也不會去相信他 欸有口頭啊 呀吧 看來果然 犯人就是那個露娜了吧 嗯 Lize講的能力啊 是重制 也就是重來的能力 也就是都市傳說 啊裡面可以讓人重新來一次的能力 つまり 啊 那 等一下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可是 那些上吊門的人們 他們根本不認識Lize啊 但他們為什麼反而會去跟Lize祈禱 啊然後去 去重來呢 確實有點奇怪 被剎羅這麼尖銳的指責一想 沒錯 看來他說什麼自己不擅長 啊 思考 看來只是謙 那個謙虛罷了 例如說 Lize講的能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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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可能是啊 Lize講的能力啊 被扭 扭曲過了之類 嗯 也就是 Lize講的倒轉時間的能力 啊 啊被扭曲成了可以讓人生啊 啊 重來的那個 能力 就是這樣也許吧 接下來 啊就是FOAF了 耶耶 可是啊這個規格啊也太大了吧 我也這麼想 但是考慮到優敏的能力也許這是事實喔 這個組織是 啊 卡路斗組織之前有講過 雖然我不知道卡路斗有什麼意思 啊 啊 也就是啊 使用 詛咒和怪異的能力 打算從世界背後 啊 支配這個 這個這個世界 啊 這樣想就沒錯了 啊 而且啊 那個優敏啊 啊 跟Lize一樣啊 就利用這些小孩子 可惡的混蛋 等等喔 啊 這件事情啊 是Luna所引發的 得解決才行 所以說 我們要先阻止Luna 不能再讓她更重 犯下更多的罪 我知道了 啊 啊 而且啊 那種組織這麼龐大 是我們能應付的嗎 いや 不行 這邊可不能示弱 警察官怎麼可以對犯犯罪者 就是 低頭呢 啊 絕對不能有這種事情 欸 哇 可是 到目前為止 這樣 那我們的 搜查方針是 嗯 那麼就用 靈異的方式來解決吧 解決這個世界 就決定囉 啊 摩基隆 啊當然 再重想 好啦我們就先靈異吧 好像似乎還是有兩條路的樣子 我們就先靈異 我會按摩 會不會 我會不會 自己的地方 還是有兩條路的感動